自然啦,以後的固定流程一定第一個啦,你先觀察一下你要抓什麼 然後抓之後再把程式寫出來,其實上面不外乎就是原始碼,把它抓下來 再來就是針對原始碼裡面的那個資料,看你是要抓它的TagName,還是ClassName,還是ID,主要是三個啦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按右鍵出身檢查一下,那你可以看到這個A有沒有 它這個標籤的話,其實目前看起來它裡面其實特徵就只有一個,就是A啦 那如果要抓A的話,那你會發現,如果假設我在這裡下Ctrl F 如果你尋找一下這個A的話,那實際上呢 當然呢,它會幫你找到非常多,總共168,163個喔 OK,所以呢,如果163個,你說老師那怎麼辦163個,那 其實有一個比較笨的方法,也是個方法,什麼方法呢 就是算一下,那怎麼算 這個方法大概還有更聰明的辦法,只是我們先跟各位講這個比較沒有那麼聰明的辦法 但是跟各位講,如果你實在是沒有辦法,這個也是一個寫程式的好方法 怎麼做呢,你就反正100多個啦,你說多也不多啦,說少當然也不算太少 那我的習慣就是說,因為它的超連結有這麼多,對不對 然後呢,理論上Link應該是比較下面,所以記得一般我們都是從頭找 有沒有 那你當然有個聰明的辦法,就是因為它比較後面嘛 你倒過來找應該比較快嘛,那就往上 那算一下 這個應該是163這個位置 那理論上,我剛剛算了一下,應該大概110幾的位置吧 110幾,所以應該蠻快的 多按個幾下 到了有沒有 所以它應該是到多少 128 129 對不對 然後再來129 130 所以理論上 它這個數字的話,應該都就是從哪裡呢 如果是這樣算起來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118 118的位置 然後118的位置的話 當然如果 它一定是從0開始,所以要減1 所以算起來應該是117開始 OK 117 我剛剛算了一下是不是好像 好像這邊數字有點搭不太上 那後來我就把它run一下 所以我怎麼寫出來的 所以我大概知道這個區間 比如說118到129還是130 這個是130 所以是118到130 那我就利用 剛剛的一個邏輯 所以一樣把原始碼抓下來 這個是固定的嘛 然後後面的話呢 用什麼 用getElement 有沒有 getElement byTekName 所以這個地方TekName TekName的話呢 假設你實在想不出更聰明一點的辦法的話 那你用A嘛 那只是說回宣的範圍的話呢 就是要從多少呢 從那個117 剛剛是118對不對 所以要減1 所以117 到剛剛的11130嘛 所以1130-129 OK 那所以呢 我如果要放在 就從這邊開始嘛 從117開始 然後呢 我就把它輸出的話 應該是輸出到 這個應該是第二列開始 所以應該要減多少 減115啦 我們117-115剛好2嘛 所以 放在A2儲存格 放在B2儲存格 所以這邊也是輸出5 好 然後呢 一個是放它裡面的 Innertext Innertext 指的是它 這個上面顯示出來的文字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它的超連結 就是.href 它的屬性 這個好像前面 我們第3個範例就有講到 好 那理論上 這樣寫出來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好像是可以啦 可是 這個地方結果到底對不對呢 我不確定 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結果OK 但是 比較之後 我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好像 應該是從這個 CSF 剛剛是不是少一個還是 少算一個還是 這一個 它下面會閃那個數字 120嘛 這個應該是 119 這個應該118 可是問題 它11 118-1117嘛 117 那看起來好像少一個 所以後來我算了一下 好像應該是116開始 所以等於是說 它上面超連結好像多了一個 所以為什麼多一個 這可能要檢查一下 上面是不是有 一樣有那個超連結的地方 這個 所以我後來把它 減1之後有沒有 128 然後 應該是127 因為底下這個不要 空白的 所以把它改成127 然後這邊的話呢 改成124 124 這樣的話輸出 看到的結果應該就是 我要的 有沒有 就是這些 這些名稱 加上超連結 有沒有用算的啦 不過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感覺好像沒有很聰明 不過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實在是沒有招的話 這個也是一招喔 OK 假設啦 100多個超連結嘛 你算一算嘛 加加減減 總會抓到你要的東西 OK 但是啦 說真的 也真的不夠聰明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聰明一點的辦法 其實我 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你可以分 兩階段來抓 就是呢 你先抓到一個區塊之後 有沒有 然後再抓第二個區塊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啦 你可以看到 這個Link 10 它實際上是放在哪一個DIV裡面 放在這個DIV裡面 有沒有看到 那DIV的話有點像一個板塊 這個板塊裡面呢 有這麼多超連結 那以後如果我要做 抓取的動作的話 那我就可以分兩階段嘛 我可以先怎麼樣 我可以先把 這一個板塊裡面 這個DIV裡面所有的原始碼抓出來 所以就會剩下 這一塊對不對 這一塊裡面的東西了 然後呢 我再把這一塊裡面 做第二次的抓取 抓什麼 抓裡面全部的A 那不就OK了嗎 所以分兩次喔 你不要一次 甚至啦 以後更複雜的板塊 你還可以分三次 分四次都沒關係 有沒有 你先 有點像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的感覺 可是問題 層次該如何寫 這個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會 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 再縮小範圍 哇 那以後 很多的 網頁沒有抓不到的 反正 很複雜沒關係 我先抓到 第一個區塊 我要的外面這個框框 我再往裡面說 再往裡面說 這些都我要的 那就OK了嘛 你就不用去管說 到底你的超連結 在第幾個 可是問題要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 反正就是在 抓資料的前面 先用KS先抓一次 我抓 需要兩次 怎麼改 首先的話 請你在這個 有沒有 set這個上面 先再多加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set好了 set什麼呢 set一個 DIV 假設我要抓那個DIV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DOC裡面 用什麼 getElementby 我是byclassName 所以這個className給它 然後它的className是什麼呢 className就是那個啦 那個當然你不用特別去背它啦 反正你就點兩下 複製之後呢 貼過來就OK啦 不建議你用自己打啦 因為很容易打錯 好這個喔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得到的結果 其實 就是 你縮小範圍之後的結果啦 那接下來的話請特別注意喔 下一個步驟的話 這個DIV有沒有 請你把下面這個動作本來是全部 這個DOC指的是整個全部的原始碼 那我不要抓全部的 我只要抓DOC的那部分就好 DOV的那部分就好 OK有沒有 那第二步的話呢 實際上就針對 上面找到的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DIV裡面其實 只包含哪裡呢 包含這個區塊裡面的所有原始碼 外面的沒有喔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這個很很重要喔 因為以後如果你不會這一招 真的很累 你只能算 算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太累了吧 而且一百多個還可以算 如果他有 再更多的話 怎麼辦 不過說真的以前還真的就慢慢算 抓不抓抓得到啊 沒問題啊 程式也照樣跑 OK 只是說啦如果更聰明的辦法 就是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用KS先抓一遍 抓到他的DIV 再從這個DIV裡面去找A 那所以這個A裡面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的話你就是不要這樣寫 你就是0嘛 到哪裡呢 到他全部的總數 所以這個Link 一樣嘛 寫的方法就是Link點什麼呢 點那個lex 有沒有然後-1嘛 這個寫法跟剛剛一樣 所以這個點lex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然後這個後面的話就是 我要從第2列開始 所以從0 這邊不是減 要變成加了 因為第2列的話 因為0嘛 0要加2才第2列 所以這邊要把它變成 從第2列開始輸出 這樣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 看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這個是兩階段 比較推薦 所以以後 比較複雜的那個板塊 我是強烈先 你先抓第1區塊 再抓裡面的所有超連結 最後驗證的時刻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我不是確定這樣 OK 把它先 Clear掉 然後再跑跑看 看一下是不是打錯了 還有個地方為什麼出錯 我跟各位講喔 因為 DIV一定是個負數 所以你記得這個DIV 要怎麼樣呢 要跟他講哪一個啦 有沒有 OK 所以如果你沒有跟他講哪一個 他可能不知道 哪一個 因為 如果你DIV 他會是一個陣列 他有好幾個 理論上你要跟他講說第0個啦 如果只有一個 那就第0個 這樣應該 應該可以理解吧 你可以把這邊加一個小瓜 這個常常發生問題 OK 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拿一個簡單 好像這個比較簡單 但是這個其實最容易發現錯誤的 就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這個如果有BUG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告訴他第幾個 OK 那這一段程式嘛 我會一樣把它 放在雲端上面 那請各位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各位 這一段程式嘛 在第13頁也有 各位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我先看 怎麼 我先來看一下